嘿 大家晚上好 我是菲亚 今天呢 我是想做一个影片是讲述的潘朵啦 我收集大概有5到7年了 那时候还是20岁初头的黄毛小丫头 也不是讲很小啦 就是一个老小孩了 OK 这些呢 我现在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呢 这个没有那个Safety Chain 因为我觉得 它蛮 蛮多的 所以我放一个Safety Chain在这边感觉更复杂 所以我就讲了 OK 第一个是哪个 是一个狗狗的 面科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狗狗 一个啃骨头 它很小 它上面有写着一些英文字母 I love my dog 是有一点 那个邪体字的 那种签名式的邪体字 这个的水晶是白色的 然后第二颗呢是 我订给夜阴 我买的时候 没有看清楚 原来它的鸟不是金色 把没办法都买了 可是是正品来的 手工很精致 上面有个 上面有个星星的 小狗狗 也就不算是狗啦 就是一个星星的点缀 在下面 然后中间有一只 小鸟被关在里面 是一个夜阴 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上面有120 106个小珠子 Gicoria Crystal OK 这是那个 小鸟的 露露通 OK 这个 这个鸟 這看清楚 為什麼沒有辦法聚焦 好萌喔 這個鳥是金色的 為什麼這麼萌 是我鏡頭暗髒 等一下 這樣會好一點 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潘朵拉實在是太小 所以要做一個簡介的 蠻辛苦的 這個也是我蠻喜歡的 他已經絕版了 下一個也是我很喜歡 這個是那個 蝴蝶結 反而拉遠就看起來 比較清楚 拉近就看起來猛猛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這是普通手機的 鏡頭了 所以解析度蠻差的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大的蝴蝶結 他是雙的 雙蝴蝶結 看起來蠻實體的 有一定的重量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是一隻獨角獸 他的蝴蝶 腳是金色的 14K 然後他的 他的肌肉看到一清二楚 所以 所以 Overall 這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 吊飾 然後接下來是這一個 南瓜車 這是新的 灰姑娘 啊對 灰姑娘 灰姑娘是 那個 白雪公主 然後 我有兩個 一顆是新的 我沒有帶 一顆是這個用過的 上面有個淡水珍珠 那個是代表J 這是代表 初杰倫 嗯 他的音樂作品 影響我中學的 很大部分的時光 大概是我在 我在 十六歲到 二十 二十歲 十六到二十一 所以 所以 每天都會聽他的 歌啦 所以 呃 以前我是非常喜歡他的 哈哈 是青色的 露露通 也是有 那個 小水傳 還有這個是 一對 赤膀 讓我想到那個 迪士尼的角色 那個 那個 Angela 現在說自己的 Maleficent 我不懂有沒有講錯 下面也是有一顆淡水珍珠 然後 這個 露露通 這是 馬蹄 倒反 這個 馬蹄 然後 這是一個 鳳梨 嗯 下面有顆太陽花的星 就這樣 暫時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見